在这里是吧 叶城 叶城县位于新疆西南部 距离喀什260公里 南伊卡拉昆仑河昆仑山脉 北街开阔平原 紧接塔克拉玛干山漠 叶尔羌湖半山游 地形南高北低 以巴基斯坦 硬控克什米尔接氧 边境线长达80多公里 总面积3.1万平方公里 熟温带干旱气候 总人口51万人 居住着维吾尔 汉 哈萨克 塔吉克等13个民族 其中维吾尔族占93% 汉族占6% 其他少数民族占1% 这边是叶城的步行街 这边叶城的特产就是核桃 这边一公斤的话才卖16块钱啊 这种核桃的玉藻 这种大的是适时啊 对这种适时 它的肉是很结实的 吃起来就跟吃那个 跟吃肉一样的 这些是吃半年货的 老板是哪里人啊 一个月多少钱啊 我这五千 我开二十一年了 儿女呢是不是还是老家吗 没有 都上班 我说上班 也是在这边 后年是在这边过了哦 嗯 这哪里人啊 我没事 放了一年五六万 今年生意怎么样 今年生意 饿不死得性了 大家好我是阿柯在路上 我现在在叶城站啊 这里就是传说中 心脏铁路的始发站啊 虽然心脏铁路 现在还在规划当中 但我这一路走过来啊 发现已经有很多隧道 已经动工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传说中的始发站 长什么样子吧 这里就是叶城火车站的后车 是不大挺小的啊 从叶城到喀什一天有四班火车 这个是下午六点钟 八点钟还有一班 这个火车是从和田 然后到巫苏的 好 现在准备上车了 现在到喀什了啊 终于出来了 提前在阿里地区做好核酸检测的话 在这边他也是要这种核酸检测 只不过是不用梗 直接他做完这就可以走 不用等结果 在这个会展中心这边 做核酸检测的 哇 外面全部是大雪 喀什市丝绸 古道上的西域重镇 拥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 以五国接养 三国比零 拥有五座编茂口岸 在这个由八个国家形成的经济圈中 喀什镇处在原新的位置 2010年被作为特殊经济开发系建设 中级五铁路也已在规划当中 一路连欧亚五口通发国 百年老茶馆进去看一下 在这个百年茶馆喝着茶 然后当地人谈着情 别有一番滋味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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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 不说现在从八个国家里 杨核酸检测 然后这里为什么会有梁 这两边是同一家人或者是亲戚 所以才可以这样子的 要不是亲戚只是邻居的话 它这边是要加一个柱子的 就是不能把东西插到墙里面的 一家他就不是亲戚的 他就不能借用他的那个柱子 不能借用他的墙 就要立这种柱子 大家好 我是阿科 在路上 我现在在中西亚的大巴扎 这边是喀什当地人灌的大巴扎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边从香包衣服到干果 应有今有 有点像深圳的东门一样 什么都有人卖的 主观道是以干果类为主 像核桃葡萄 然后糖果饼干都有的 这么大的幼串 一开五一串 我这衣服是放洗衣机里面洗 然后他就洗坏了 对 这里能补起来 我们这个老板娘手艺很好 哇这些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吗 还是自己做的 哇太厉害了 好漂亮 这边是你们的小孩吗 是啊 小孩的孩子 哦 你的小孩 老板娘小孩 哇好帅啊 他也很漂亮 对 老板娘在这边开店多久了 多少年了 没过 十五年多 十五年多了 嗯 那这边这个铺位是买下来的还是租的 别人那 哦 那租的是吧 嗯 这边租金贵不贵啊 一个月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租金三百多 你好我是阿科 在路上 我现在在卡斯啊 这边的检疫工作应该是全国最严格的啊 来卡斯的第一天就要做那个核酸检测 然后第三天第七天都要做核酸检测 之后的话每隔七天就要做一次核酸检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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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